耶穌的诞生 很久以前,上帝派了一位名叫加百列的天使,到以色列的拿撒勒镇,那里住着一位名叫玛利亚的年轻女子。 天使向她传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,她将要生一个孩子,要给她起名为耶稣,因为她是上帝的儿子。 玛利亚非常兴奋,并回答天使, 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 玛利亚将要嫁给一个名叫约瑟的年轻人,她非常爱她。 当约瑟得知玛利亚有了孩子时,她不理解并且很难过,她决定不和玛利亚结婚。 那天晚上,约瑟做了一个梦,她看到一位天使告诉她可以娶玛利亚。 她所生的孩子是上帝的儿子,要给她起名为耶稣,因为她将人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,正如上帝很久以前,对先知以赛亚的应许那样。 当约瑟醒来时,她按照天使告诉她的去座,娶了玛利亚。 他们都非常爱上帝和彼此,并且非常高兴有特别的儿子。 在玛利亚生下小耶稣之前,一位名叫奥古斯都的统治者,想要普天下的人登记户口。 玛利亚和约瑟也必须去登记户口,他们要前往一个叫伯利恒的城市。 他们在早上就出发了,因为这座城市离拿撒勒很远。 约瑟和玛利亚花了好几天才到伯利恒城。 到的时候,两个人都已经很累了。 当他们进入城内时,他们看到许多人都来登记户口。 每个人都在寻找住处。 玛利亚和约瑟想知道,在婴儿出生之前,他们能在哪里找到休息的地方。 城里的每个房间都挤满了人,玛利亚和约瑟找不到地方住。 所有客栈都没有位置,店主们都说他们没有地方了。 但就在他们越来越担心的时候,有一个店主告诉他们,他们可以在旅店旁边的马槽休息。 那天晚上,婴儿耶稣出生了,玛利亚用布把他包裹起来,放在马槽里。 玛利亚和约瑟都高兴地哭了,因为这个婴儿是上帝给他们和世界的礼物。 另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,正在附近的一座小山上发生。 一位天使告诉一群牧羊人,救主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,叫大家去见他。 天使说完之后,天空中出现了很多很多天使,都在赞美神。 天使一离开,牧羊人就走到伯利恒,找到了玛利亚,约瑟和耶稣。 他们很高兴看到上帝的儿子,当他们看到耶稣后,就把天使对他们说的好消息传开了。 在距离伯利恒很远很远的地方,一些智者正在追随天空中一颗美丽明亮的星星。 他们知道有一位非常特别的国王即将诞生,而纳克星将带领他们走向他。 智者们日夜追随纳克星,最后他来到了玛利亚,约瑟和耶稣居住的地方。 然后他们给了耶稣一些黄金,乳香和梅药,并且敬拜他。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,有一子赐给我们,正全必担在他的肩头上。 他名称为奇妙测士,全能的神,永灾的父,和平的君。 以赛亚书,九章六节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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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